人氣話題來看到台南美術館的殭屍展爆紅 開展第二天依舊是人潮不減 甚至比昨天還要多 有民眾一大早7點鐘 特地從台北南下 還有小朋友身上帶著平安服來看展 但由於昨天的人潮太多了 超過館內的容流人數 現場是三度停止售票 為了輸導人潮 館方在今天針對了動線也做出來改善 殭屍展轟動全台 開展第二天依舊人潮不減 民眾在外頭排隊 館內轉了一個彎 還是看不見鏡頭 大概是幾點來看 7點半 還是想要特地看什麼展 殭屍展 那個表情很像 真的像電視上那種殭屍 你們今天帶多少個小朋友來看展 就是三個 有給他們在網上先看過影片 很期待又很害怕 還有民眾穿著漢服 收爆維尼熊來看展 就是抱持著一個 來看藝術品的想法 維尼就是他想看展的 我就帶他來 不過館內禁止特殊服裝 就是擔心民眾拍照逗留影響動線 所以在進場前被工作人員要求 先把服裝脫下 可能都會影響到其他人的 參觀的時間跟品質 所以我們暫時都是會禁止的 請大家期待 我們真的在規劃中了 之後特殊場我們會開放 然後讓大家參加 館場內不少家長帶著小孩來看展 還有小朋友把平安服戴在身上 南美館地獄特展開展第一天 人潮總計有6861人超過容流上限 三度停止現場售票控制人潮 尤其大家幾乎都是衝著這三尊僵尸而來 H展間被擊爆 因此管方限制每人只能看五分鐘 未來會是人潮狀況做時間調整 至於現場排隊動線也重新規劃 實體票券跟電子票券的這兩個路線分開 我們也簡化了一個電子票券的流程 通常他們要掃了QR Code之後 還要再換實體票券 印章的方式 然後讓他們可以直接通關 殭屍展爆紅 市長黃偉哲也建議可以延長展期 加開午夜場 不過官方回應 考量人力和經費目前還沒規劃 未來會評估再做決定 這黃無奇探討報導